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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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那分裂把它降得很低很低很低 這樣就是拆 但是形老師剛剛說過這個是比較接近甲骨的那個十字路的感覺 那小鑽後來變形比較多 蕭老師用這個寫法我認同 所以我們照這個寫 剛剛我想要寫那個小鑽的形 其實那個是比較抽象的 我喜歡這個感覺 我們把它連在一起 它有點對稱 然後齒指聲底下就是那個整個口 加上上下的大門牙 大門牙 中間先寫好了 這個大門牙變成了相反 那只要記得它中間是大這個大門牙 對 對 還有說大一個比較適合圓胡的 三間 風 3 2 14 牙现在变形变比较厉害 而且这个笔画有点接了 其实它是有点分开的 有点分开的 我们稍微把它写松一点 比较像这些风格 把它改一下 把它分开 这个地方是横化为主 它把它改成这样 它叫牙曲 旧曲护咬咬合的感觉 再来是竹 竹就是上面是膝盖 现在我们已经知道它说它搓向为一个口字形 底下呢是那个脚 就是那个脚指头的裂缝那个地方 就是小指头 遇到脚后跟 从这个地方呢 脚后跟多一根刺 往下出去 再来是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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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面一起做一些对称 拉下来 拉下来 这边再 跟刚刚的脚一样的 可以降低一点 不要那么高 降低一点 然后再来是三个口 代表物品 说法很多 老师比较喜欢 当物品这个说法 小钻把它变成 很像三个嘴巴 的这个书写的形状 上面比较扁 底下那两个口比较长 比较窄 这样才能够写成一个 稍微的这个 高 比较 比较 比较长一点的这种 长方形 3比2的长方形 再来那是 乐 乐就是 在吹奏管 管状乐器 就是演奏的 这个三个 乐器的吹奏口 然后大部分我们都会 从中间来对分 它是比较对称的倾向 中间这个主线 把它搞定 在左右 对称的这个字 老师的写法 是这样的 当然也有很多 别懂 别种不懂的写法 你们都 可以参考 老师想要的是这个 一个圆弧形 来呼应它 比较漂亮 把它分段 好 再来呢是 册 册 就是古代人所说的书 竹简 像我们米南人 读书不叫读书 叫独册 对不对 独册 就是这个典故 米南人就是用独册 来当作读书 以前是以竹简 一样 一样把它做 比例的分配 中间先搞定 它有个腰部 稍微有收进去一点点 木端 再奔放出去一点点 一样做成一个圆弧形的尾部的这个收尾 的设计 绳子 上下两端 也是把它拉开一点 这样 就是组简 大概都是 组简 两根上下 有时候是三根绳子 所以老师跟它说明是这样 再来是集四个口 那它上下两个口 上面两个口稍微小一点 底下两个口比较大一点点 大概是这个分配 这个也符合透视 越接近地面的 越大 离这个地面越高的 越小 透视的感觉 这是蛇 舌头的蛇 它这个写的比较窄 我们把它稍微恢复 宽一点 这样比较 谢谢 这样 好 接下来是口 这样 大概呢就 这个十二个字呢 基本上都是 学习参考孝老师的 老师说一点点的更动 就是应该的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判断 是的 艺术 现在已经在按摩 十二个字 一些